大家好,我是三喵啊 那么前些日子以色列空军的F35战斗机 长途奔袭也门的台和达港口 那么这个港口是过去啊 胡塞武装用作接收伊朗等国运来的物资的 以色列长途奔袭这个港口的目的是 为了报复胡塞武装在过去几个月 将近一年的时间内 他们在背后做主使对以色列的数百次的袭击 说起来以色列空军这样的长途袭击 那也不是第一次 你像2012年的时候 他们在苏丹卡土木进行过这样的长途奔袭 1985年的时候 他们的F15战斗机长途奔袭 突尼斯炸掉了当地的恐怖分子总部 那么这些长途奔袭当中 最著名的就是1981年6月份的这个巴比伦行动 那么当时萨达姆主政下的伊拉克 眼看就要拥有核反应堆 那么眼看就要造出核武器了 那么以色列也不客气派出飞机千里迢迢空袭 在核反应堆启动之前把它给炸掉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段往事 那么伊拉克自打1958年 他独立伊拉丘一直滋滋不倦的想要有这种核武器 但是呢 这核武器是有技术门槛的 它又不是仅仅靠着有志气就能造的出来 那么当时伊拉克是朝着这个法国和意大利 想要他们给自己提供最起码的核反应堆技术 那么这两个国家是给拒绝了 那么到了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后 阿拉伯国家开始对西方进行石油禁运 这个时候伊拉克对法国开出了非常非常优厚 让法国无法拒绝的条件 比如说以后的十年之内 每年向法国以成本价去给到他们7000万桶原油 那么采购每年是采购雷诺河标志的汽车 而且要采购法国数十亿美元的这个军备 包括幻影战斗机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条件 当时法国是非常非常因为石油焦虑的 法国无法拒绝 所以在1975年跟伊拉克达成了协议 那么1979年在巴格达近郊就开始建设第一个伊拉克的核反应堆 那么尽管伊拉克声称我们这个反应堆只是用作和平目的 但是70年代末的时候 伊拉克的强人萨达姆上台了 那么这位可是口无遮拦 他不止一次的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阿拉伯国家 我们要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 我们要用核武器灭掉以色列 那么一旦有了这个反应堆 伊拉克就可以拥有武器级的布 而这些布就可以马上做成核武器 结合着伊拉克的飞猫腿导弹 那对于以色列来说简直就是灭临之灾 那么这件事情以色列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那是有切肤之痛啊 当时几个阿拉伯国家已经差点把以色列打亡国了 这以色列一点都没有纵身 如果再加上伊拉克的核武器 那以色列下次可能就能顶个几十分钟 就要灭亡当场 那怎么办呢 面对这样的核反应堆 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国际的政治外交途径 敦促伊拉克啊 把这个反应堆给停工了 那么伊拉克显然是不会听的 那只有一种办法 那就是派飞机把它给炸掉 那么当以色列内阁提出这个炸反应堆的想法的时候 引起了很大很大的争议 那么以色列内阁只能是两手准备 一方面继续进行外交上的努力 另外一方面赶紧的去制定一个飞机千里奔袭伊拉克的这个计划 代号巴比伦行动 那么从以色列到伊拉克这之间啊 这个航程要1000公里以上 而且为了避免被沿途的阿拉伯国家雷达人发现 这个飞机还得超低空飞行 这个对飞机的航程载弹量提出了非常非常严苛的要求 对以色列空军啊 审视了自己的飞机像A4天鹰 包括这些幻影飞机啊 那航程不够 所以率先排除掉 那么以色列空军这个时候有一些从美国购买的F4鬼怪战斗机 那么这飞机的航程勉强达标 但是飞机在超低空飞行 它的燃油消耗量比在中高空要大得多 如果超低空飞行的话 那F4也要进行空中加油 这个是太冒险了 那么以色列空军还有那么几架F15战斗机 但是那个时候的F15主要的任务是对空作战 而且当时的F15发动机在长途奔袭超低空飞行的情况下也不那么可靠 那怎么办呢 以色列空军一筹莫战 这个时候伊朗给以色列送了一个大礼 当时伊朗跟美国关系还挺好的 伊朗能够从美国获得各种各样的先进的装备 你像F14熊猫战斗机就是伊朗从美国那里买来的 那么伊朗当时已经跟美国洽谈好要买一批F16战斗机 结果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 巴勒威王朝被推翻新上任的神棍组织极端的反美 这一批F16战斗机眼看交易要告吹 那么美国去寻找这批F16战斗机的买主 就问以色列愿意不愿意接手 那以色列当然愿意接手 这个F16战斗机的性能比F4是要好太多 这实际上是有一代的代差 那么这种飞机在超低空长途奔袭是完全可行的 就这样啊 以色列空机阴差阳错的具备了去千里奔袭巴格达核反应堆的飞机 那接下来就是任务的细节 那么一千多公里的超低空飞行 按照这个规定的话 F16是要在机腹底下带一个油箱 而且是要在这个两边机翼下各带一个油箱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按照当时美国空军的这个训练交换饭 是不能够在两翼下去携带炸弹的 因为这样的话不管是复油箱油用掉扔掉复油箱 还是抛炸弹都可能会造成碰撞引发事故 但是以色列空军反反复复的实验之后 确定两个机翼下两个复油箱扔掉之后 不会对炸弹产生干扰 好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 而F16用的炸弹呢 当时已经有这个激光制导的炸弹了 但是这个需要战斗机携带吊舱啊 去连续不断的照射目标 那么这次是打了就跑 来骗来偷袭 不能这么玩 所以决定还是用这个MK84普通炸弹 那么至于投弹的这个高度角度啊 超低空飞行 如果超低空投弹的话 这个反应堆外面是有一层水泥罩子的 如果超低空投弹 那么炸弹可能碰着罩子就会被弹开 所以决定在进入目标之前爬升到比较高的高度 40度角俯冲 投下炸弹 于是这些细节都被商讨好之后 那么伊拉克那边反应堆还在法国专家的监督下进行施工 那么如果一切顺利 1981年的7月份这个反应堆就要点火运行了 对于以色列来说时不我待 所以说外交上没有什么进展的可能 袭击日期定在了1981年的6月7日 那么这一天是个周日啊 那么以色列也是希望这一天啊 这个防空少尉上的伊拉克士兵越少越好 而且法国专家可能就跑到城里面去过礼拜天去了 这样尽可能的减少误伤啊 那么在1981年的6月7日下午4点钟 以色列的袭击机群 八架F16战斗机每一架携带两枚炸弹啊 在F15战斗机的护航下起飞 那么起飞之后的 这些飞机排成非常密集的队形 在60米的高度向着伊拉克扑过去啊 那么这个密集的队形 飞机之间只有十几米的间隔 这样在远处的雷达站看起来 这就像一架飞行的大型运输机 以色列是希望用这种办法 尽可能的不让雷达站发现 但是呢 它还是被发现了 飞越红海的时候 这约旦国王就在红海的游艇上度假 他看到了以色列飞机 赶紧向本国的防空单位去发出警报 而本国的防空单位没有来得及反应 甚至以色列的F16战斗机在沙特境内抛下附油箱 那还是没有反应 等他们到达伊拉克境内 巴克达郊区的反应堆上空的时候 伊拉克守军毫无动静 所以接下来就是完全没有防备的伊拉克人 面对以色列的空袭 那么空袭 以色列的飞机是从西边发动 那么这个方向也是精心选择的 这样的话 它是以西洋为背景向下辅冲 伊拉克的军队 如果抬起高射炮来打的话 会增加他们瞄准的困难 那么F16战斗机爬升 然后接下来是辅冲投弹 一架又一架 八架飞机几分钟之内 分成两个波次 每个波次四架 依次投下了炸弹 16枚炸弹 有14枚命中了反应堆 然后炸了个大洞 从那个大洞里面飞进去 把这个反应堆的堆心给彻底炸毁 接下来这些飞机安全返航回到以色列 那么就这样 以色列用这么一次千里空袭 彻底捣毁了萨达姆的核强国之梦 那么萨达姆在这件事情之后 还是希望法国专家帮助他们把反应堆给修好了 法国专家也一口答应了 但是这个以色列赶来第一次 可能就赶来第二次 再加上后来萨达姆倒行逆时两翼战争等等 法国人一看这生意没得做 1984年就终止了跟伊拉克的协议 撤出了核专家 而萨达姆终究也没能搞出核武器 但即使这样 这萨达姆还是非常的有精神 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引发了海湾战争 接下来就是被多国部队给暴揍 那么当时以色列的空军战斗机 只不过是把反应堆的内核给炸毁了 很多外部设施还都在 那么这次海湾战争当中 多格部队给来了个补刀 彻彻底底的把这个反应堆给炸毁了 那么伊拉克的核大国之梦就永远被埋葬在了沙漠当中 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在国际上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争议 联合国是谴责以色列 而以色列也说根据联合国的这个法律 根据联合国的这个规定 我们是在实行远程自卫权 那么再往后 1985年 以色列千里迢迢空袭 突尼斯又一次的去进行这种远程空袭 那么这件事情 对于以色列的空军来说 那是手拿把钻一样 那么这次以色列去空袭胡塞武装的港口 那就是往日重现 你怎么说呢 这个对于某些地区上的流氓 对于某些地区上的这种恐怖分子来说 你什么联合国的宪章也好 法律也好 联合国的制裁也好 这对他们他们都听不懂 也不想听 这个时候千里迢迢落在他们头上的炸弹 可能是他们唯一能够听懂的语言 这就是真正的岁月必诛 那么好 今儿这个话题 咱们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